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到了米兰的市中心 带大家看一下华人开的奶茶店 BOBA CLUB 我一直觉得在海外开奶茶店 只有我们华人喝 但是来到这家店却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也采访到了店主阿东 他也分享了自己在意大利开奶茶店的经历 我带大家看一看在米兰市中心的奶茶店 到底怎么样生意如何 好不好 这个地方真的人流量好多 然后这个店叫BOBA CLUB 位置非常非常好 而且前面走的人流量很多很多 他们的门头 这边这么多老外 老外喝不喝 我们的90%是老外 真的假的 老外喝 我以为主要是华人喝 他们能看懂的菜单吗 对啊 不能看得懂 因为上面就有写着 我们是奶茶、酒茶、沙饼、咖啡、鸡蛋仔这种东西 那这边你有没有统计过是游客多 还是他本地人多 本地人 有没有这个卖的最好的 我们果茶 我们出发果茶 就这个是吧 对对 fruity 然后还有这个纯茶是吧 对 你开店之前有没有专门学过呀这些奶茶的工作 我还有一家店 还有一家店在其他城市里面前开的也是奶茶店的 你也是温州的 嗯 温州 来这边多久了 快15年了 那你这个已经是王安女女融入到这个本地的这种生活圈了对吧 对 我们居家大概在5块欧元一杯 5块的话那就是30到35左右 5、7、3它差不多40元 40 不是他们喝杯咖啡才一两块钱是吧 啊一块二 对啊喝杯咖啡一两块然后喝奶茶四块 本来奶茶成本就高了 还好我们利润在三期开吧 你们店面积总要是多大了 呃 呃 呃 我们在这边喝酒 对啊 对啊 我们在这边喝酒 我们在这边喝酒 喝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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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对 然后搅一下 嗯 谢谢 谢谢 我来喝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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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这个喝着更节可一些 这个点百香果的还蛮多的 他只吃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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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卧槽 哈哈哈 他们不喝这个 不喝 他只吃这个 就是那你们也可以单独卖这个 就是那你们也可以单独卖这个 他们这个是小学生吧 呃 怎么不在这边呢 这叫什么小料吗 嗯 珍珠月博 5块5 5块5 双凯还是 双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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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 大石奶绿 可以吗 小杯大杯 嗯 大杯 要加珍珠吗 嗯 嗯 嗯 刷开去 刷开去 刷开 这边的这个Uber Ease 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的 没见 骑摩托车的少 都是带电的 哦 这是助力的哈 哈哈哈 他也是第一次 谢谢 谢谢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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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ave a good one 我忘记问了你们这个店投资投了多少天 我们那时候是两家店同时开的 矿产NB大概投了200多万 小姐姐你是做啥的 我是餐饭 也是在自己 差不多吧 这是包餐的 什么餐 日本餐包餐 哦 给你胡椒带的 对 难怪一次给那么多 对 你在这边工作多久了 一年吧 你看着还是像女学生一样 不是女学生 不是女学生 我现在有三家店 不可能说我永远待在一家店 哪里需要我我上哪里 那三家店 哇 你一个人管三家店还是确实是 经历上面还是有点太够的 如果要这样的话 是不是啊 小生意就这样子 那就是这个店的房租成本应该是最高的对吧 啊这个是位置最好的 其他的两家店房租成本大概在3000欧元左右 2万多人民 8000大也不是正好8000 快9000 9000 8000大 配人员的话怎么配 两个 偶尔我会在这边嘛 就是不好找人 找工人 现在开店 我能过来给你打工吗 可以啊 就找工人吧 然后就是 做实体是很熬人心态的 就有生意没工人没烦 有工人没生意念烦 做实体很熬人心态 生意好了也烦 生意不好更烦 对 各种烦恼 有时候很气人的 那这怎么搞吧 自己上来 基本上自己都会在店里 心理行为是吧 基本上 有没有这个 比如本地的这些人 来找你想找你合作 搞家门啊什么的 好问的很多 但是问的很多 我觉得你可以往这个品牌上面来走走 因为国内有很多这些奶茶店 他们都做这个家门 对 收家门费 一家店收个几床 那这边收不起来 不是你品牌做起来的话就可以了 因为奶茶文化没有像中国那么好 那确实 中国的奶茶文化是日新月异的在那里改变 这边就很慢 你是最早收到这个红利的 我算早的 因为我老店的事情很好 我算是吃到一波红利的 但是也是慢慢做起来的吧 你也是这个相当于在海湾 华人中这个普及奶茶文化的一个一份子 我也是 这一路上也算还算蛮成功的吧 就是说就是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 就是比较顺利 就疫情的时候 我们关了 就毕业毕了几个月嘛 嗯 然后疫情的时候生意比较畅嘛 就是疫情的时候难熬一点 现在基本上就正常了 对吧 现在是熬这两个新店嘛 你老店的话一天能出多少杯啊 夏天的时候300多杯 这么多 比国内可能那些奶茶饭料还好 不是你唱歌不一样 你卖一杯朝着国内卖好几杯了 对我夏天300多杯 平均 嗯 5欧40 我呢这个有点猛的 打仗业的工人在里面三个小时 我还就忙三个小时 三点钟到六点钟 白天没理 国内的那些奶茶店 一天的营业额好一点的 可能就是七八千块钱 但他们工人也多吧 可能 对 我们就三个人 可以做300杯 三个小时 上午大家喝咖啡吗 下午喝奶茶 确实 你能不能一眼认出来 哪些是游客 哪些不是游客 哈哈 可以看得出来 你能看得出来 他是本地意大利人 还是其他国家的人 因为我们在这边生活久能分辨出来 哪个是意大利人 哪个是其他国家 我是根本认不住 你看 这个走过来 我根本认不住 这一带有个特色 高不一样 啊 高不一样 看这个就不是一带人 哦 我对这个真的是没有概念 生活久了都会知道 哈哈 这些就像下雨色了 嗯 但是也是属于 呃 他们不是米兰的 但是属于一大利人 这一段能看得出来 啊 就下面就可能 南部啊什么的 我来看看消费嘛 我找多么是 最是中心的 一二三 四看看 逛一逛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哎 小时候就长这样 对 现在也长这样 就没变过对吧 对 很多店也都一样了 那就没有别的变化吗 变化这里还真没有 这里的房子不能动的 顶多就是外 外场可能稍微装收一下下 刷一刷 翻一翻心 对 可能清理一下什么的 就好了 那店铺也没变啊 店铺可能部分的变了 对吧 对 部分的变部分的变不了 有些就有历史的 他们就老外嘛 他们也没有听过 就一直一样 一直就这样 哦 哇 反正我是感觉真的 我还没有在米兰见到过 超过十层的楼呢 哈哈哈 不多 我真的没见过 我说这已经是市中心了 确实是没有高楼 是吧 对 就是现在有一块地段 叫新米兰 啊 都是高楼 那就是他开发的一个新区 对 对 新城 之前还出了一个事故 因为楼比较高 好像有个飞机撞上去 我操 对 真的假的 真的有这么出过一个事 但是 这是真人城市啊 真人城市啊 不是电影啊 但是反正 不知道反正发生到 具体结果怎样我忘记 但是反正有出过这个事情 但意大利其实 他们选择就是不造高楼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矮的 你造一些高楼的话 会挡住这些 这些其他房子的市线啊 嗯 就 所以就是说 他们也不想把这个城市 做改变嘛 嗯 所以就 一直 活成这个样子 就是还是人口不多 人口多的话 可能就会 高楼就会多一些了 是啊 人口也蛮多的 这到立马店了 很多就是说 其他城市的 南部呢 都会往米兰走嘛 因为米兰是 经济比较好 经济 经济比较好的 最好的城市嘛 在意大利 嗯 所以现在 房租啊都涨了 各种涨了嘛 所以说像你们这种本地人 然后呢 这个往外租房当房东 还是蛮舒适的 不可以躺平啊 如果有房子的话 是躺平 哈哈 它那个上面这是什么 画吗 广告 就是自己广告 ATM ATM是 就是公招 公招车的公司嘛 就这个就是嘛 对 嗯 在这边 你就 别